男人将生发液抹在自己的头皮上 然而下一秒 生发液好像会抹法一般自行延伸出来 男人可不知想生出前面的头发 他是要让整个脑袋全都长满头发 于是他又用力挤了几剩下的生发液 让每一个毛囊都充分吸收液体 哪怕是一点点都不能浪费 就算疼得呲牙咧嘴 为了有一头茂密的头发 他还是忍住痛苦 殊不知这样一瓶小小的生发液 会让他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这个男人是个老秃头了 为了改善自己的外貌 他从拼兮兮上买了瓶生发液 不仅如此还送了他一块模具 不得不说拼兮兮还是非常良心的 然而这个产品就没那么良心了 从这个包装你就能看出 这绝对是一款三无产品 但是男人却非常满意 他打开里面的说明书 先拿推子把头发全剔了 然后把生发液滴到头上 再拿送来的模具包裹住一段时间 就会拥有一头帅气的长发了 男人看了看自己头上的几搓毛 心里还是有些舍不得的 毕竟这些毛是最后屹立在头顶上的 真要下手去剪掉还怪可惜的 但是为了自己能够变得帅气 他还是忍通割爱剪掉了这一搓毛 别提有多难过了 接着再把头顶两边和后面的头发剪掉 很快他就成为一个光头 他倒出一点生发液在手上 对照着镜子准备抹上去 生发液在手上却自己动了起来 还能够随意伸缩自如 男人又看了看镜子 心想我光头好像也挺帅的呀 好像也没有必要非抹生发液吧 但是买都买了还是应该试一试吧 再加上这个封面小哥笑得如此开心 这个生发液一定是个好东西 于是他把生发液抹光了整个头顶 都已经挤完了还要再挤一点出来 结果他用力一挤 生发液直接射进他的眼睛里 男人匆忙地跑去洗眼睛 这才稍微缓过来一点 然而生发液带给他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这个男人的头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笼包 他首先想要挤开一个笼包 结果就像挤痘痘一样射出一道白色液体 然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笼包上面竟然开始长出头发 并且看上去生长得十分迅速 头发也比较粗壮有黑 男人没想到生发液真的起效果了 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可是真的会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 在长出头发之前 男人的头还在被生发液包裹着 他准备进行第三个步骤 把模具覆盖在生发液上 在这期间他老是感到头皮一阵臊痒 偶尔还有点疼 但为了能够长出头发 他还是忍住了所有痛苦 突然男人感觉头皮好像长出了什么东西 于是他连忙跑到厕所看了眼 头上的模具想要拿下来都十分费劲 于是他从中间用力撕扯开 头顶似乎凸起了像痘痘一样的东西 把生发液洗掉之后 才发现是长了满头脓包 然而奇迹的是挤破他就可以长出头发 男人似乎找到了生发液的正确使用方式 又挤了一个之后 发现确实能长出头发 于是他忍痛用手一个个扣破所有脓包 他疼得撕心裂肺叫了出来 但是却一直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 他的手上全都是扣出来的血 头皮也在不断地飙写出来 但是头发却肉眼可见的生长中 就是看着实在是太疼了 为了头发做到这个份上真的至于吗 男人疼得实在是受不了 他把衣服脱了跑进浴缸里 用水冲洗头皮上的伤口 血液也顺势流了出来 再拿吹风机把头皮吹干 看来男人的生发应该是成功了 结束后的他来到房间 明显已经长出了一些头发 于是他疯狂地拿起手机拍照 对着镜子仔细看了一眼 好家伙这片细细的生发液是真牛啊 竟然还真给他长出一头茂密的长发 也不枉费他刚刚经历的那些痛苦了 就在这时他感到眼睛有点疼 生发液的副作用也终于要反应了 注意看这个男人的眼睛上竟然长出一根头发 头发长得越来越猛 给他疼得都快要哭出来了 男人扒开眼睛 想要把这根头发给拔掉 但是因为头发太细了 只靠双手很难拔得出来 于是他看向了手上的剃须刀 不停地洗脑自己肯定不会疼的 只要那么一下子就过去了 男人撑开眼睛 露出那根独树一致的头发 随着剃须刀缓缓向眼睛推进 男人心里的恐惧也在不断增加 终于他鼓起勇气把剃须刀推到眼前 男人赶紧照了照镜子 有了头发的自己果然帅气 心想等等要给这个生发液五星好评 就在这时他的眼睛又感到一阵疼痛 仔细看他的眼球上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头发 男人吓得脚底一滑 一套连招把自己摔进了浴缸里 碰巧还打开了一旁的吹风机 男人被砸晕在浴缸里面 但他的头发则没有被砸晕 头发正在以超快的速度在他头上蔓延 而吹风机因为一直吹着帘子 导致热量不断上升 最终燃起火来 男人瞬间醒了过来 此时的他就跟个长毛猩猩一样 不只是头上还有身体都长满了毛 他这才反应过来 家里已经燃烧起熊熊烈火 于是男人赶紧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求救 结果手机没有信号根本打不通 他背后的火焰则是烧得越来越猛烈 男人转过头来 火焰瞬间吞噬了整个房子 家里的每个地方都在被火焰包围着 男人急得想要逃出去 可是火焰早已经燃烧了门口 迫不得已只能原地而坐 这时他看见镜子怎么照出了个大星星 这才想起来 好家伙原来我就是大星星 他这才意识到是生发业出了问题 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 等待他的只有被火焰燃烧的痛苦 以及接受这个绝望的现实 所以说大家网购一定要从正规渠道入手 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影响效果 支持正版打击盗版 是我们每个人都应遵守的责任 不要因为一时的便宜丢了宝贵的生命